每年都有升级和换新的 而且现在那个按摩椅是市面上算是最新的了 中午餐吃什么 今天的话 饭点快过了 饭点快过了 我们下次吧 下次有机会给你们看一下 汉美现在定大概是明年 你就算嘛 今年现在比如说 那也就八月底了 明年八月底的话 你是可以提车的 好了 来这台卡业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一台的话 给大家去看一下店里的MECAN 你们也知道嘛 我们现在MECAN不是换代了吗 我给大家去公布一下 就是也是今天早上 同事刚跟我讲了 这个MECAN的新款的价格 原本像我们这台卡业 MECAN的起售是多少 54.5W起 然后像S版的话 原本的起售是65W左右 然后你们知道 现在新款价格了吗 真的是太香了 像新款是53.1 比原来价格还要降了1.3W S版本的话也是便宜了 大概3W左右 所以的话呢 我们新款的MECAN 价格优惠上还是挺大的 对的是53.1 它没现车吗 14不多了 不多 有的地方 我知道的二手车商 那边有20W起了 不算很多 老师也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分数搭配 好了来看一下 这台呢是我们的MECAN Turbo 你们知道吗 宝石街像GT系列 不是都已经绝版了吗 因为国内没有引入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绝版车型的话 是非常珍贵的 就像我们这台MECAN Turbo 因为新款第二代MECAN的话 它取消了Turbo车型 所以说这款车的话 也成为了绝版 而且这个颜色超级好看 今年我们导致负荷颜色 当属其一就是有它 叫亚灰色 新旧款区别 我来给你们去说一下吧 用的是什么轮胎 很多品牌 很多品牌 新款本天中共台改液晶屏 本来就是液晶 你说是按键对吧 是改成了触摸的 改成了触摸 不是物理按键了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 911的话最低170 标志是贴纸贴的吗 不是呀 你们看看它的盾灰 是不是扣也扣不下来 它是一个3D的这种 就是很立体的浮雕花纹的 这个盾灰的盾牌 不是贴纸啊 然后它是能够清晰的触摸到 这个COS呀 包括我们小马标志上 非常非常的立体 这台车的话价格是 选装完大概在105 跟我们刚刚讲 普贝是价格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发动机搭配的是 2.9T V6发动机 是我们市面上 就是帕美的标配的发动机 而且它的价格比帕美陆地还要便宜 选装如此高级啊 是我们的一个雅灰色外观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 是美式金色路线 是我们今年保时捷最火的一个颜色 没有加价 反而现出还有优惠 我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今早刚问的 这车能有多少 大概是这么多 比划一下 你们也知道了 所以说现在购买新款的 这个我们店里的现车的 Macan优惠真的是非常大的 来左上方没有关注直播间的朋友们 左上角点点关注 我们是浦多保时捷中心 左上角点点关注 Kman的话 店里目前暂时没有 Juobacter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车子的一个前脸 我们前方前脸的这个Sport Design也有 然后包括我们前大灯也是保时捷最高级的 前面说到了这个卡燕和Macan的一个特点 Macan的前大灯呢它是有一点朝下的 而卡燕的话前大灯是有一点朝中间靠拢的 它的这个倾斜角度不太一样 所以Macan看起来略微的娇小了一点 然后这台车目前没有出我们的混动版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这台车它车身比较小 没法做到混动和 没有办法做到电池和我们的发动机同时停在 店里有WiFi的 那肯定有呀 它来每来的话最低是落地130左右 这车嘛 这车105 因为是Macan Turbo 已经绝版了 以后再也没有Macan Turbo了 现在能定到了第二代Macan GTS是最顶级版本 然后呢我们其实新款的Macan它的发动机是有升级的 比方说我们这一代的Macan S 我们店里也有线车 是搭配的3.0的发动机 但是新款的Macan S直接升级了2.9T的发动机 同时还有什么呢 我们的Macan GTS也是一个2.9T V6发动机 就是发动机是直接升级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基础款的Macan 功率稍微加大了一点点啊 需要说吗 这个我不清楚了 这个我不清楚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问一个 卡雷拉吗 卡雷拉是127.8T V6发动机 好了来看一下这个车子的一个侧面 这个轮胎的品牌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在这儿 然后尺寸的话是20英寸的一个大小 卡前呢是白色的 然后这边都是一个黑色高光烤漆的一个外观 中间的话是一个彩标 就刚刚呢其实我们看到那个9L的TUBE S的话 它中围一圈是没有这个螺丝的 所以这台车你要拆轮胎的话是很麻烦的 要把这个5个螺丝给拧下来 但是我们那个主要TUBE S的轮胎中间是一个齿轮 我们有专门为赛车定制的齿轮形状的这个换胎 换胎用的工具 对的是米其林的 其实老师也不只有米其林轮胎 还有其他品牌很多的啊 它也没有现车了 Macan S落地的话 现车的优惠比较大 大概是70多80左右 对 开场最低落地多少吗 嗯 最低落地大概是在100 100出头 100出 因为现在现车优惠还是幅度挺大的 啊 优惠力度真的可以 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台车 这边下方的话还有我们的小摄像头 它是有一个全车的停车辅助功能 这个也比较符合 现在很多女孩子啊 不会开车 不会倒车 就我自己开车 我是一定要有倒车影像的 因为根据造车影像 倒车确实很方便 嗯 老师也不只有米其林 还有其他很多品牌 啊 大家 就是 来看一看 做个了解就知道了 米其林车是其中之一 看美最低落地的话 大概是在130个大队 帕拉美拉首付多少啊 嗯 关于支付方面 我们不能解答 因为不必提醒 大家可以下方风车去咨询了解一下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尾部 尾部的话是一个我们的 冠穿式尾的 但是它有个特点 它不是我们的内线之影形式的 它是一个比较有 哎 立体的感觉 有这种立体的感觉 它的Post的一个logo 加上McCentable的标记 全部都是磨砂黑色 不用倒车影像也可以 怎么讲的 就是 有倒车影像就是 懒人标配 你用习惯了 就是 只想用倒车